打球出跑慢 跟给我练习上面三个动作 一周就可以练出无影手 第一个动作是正反手的方法练习 然后就是正手 正手握拍 手掌心这个位置要能插入一个手指 第二个是我们用后三指去回拉 食指向前推送 反手 不用反手握拍的方式 保持我们的掌心要空 能插入两个手指的这样的距离 后面的四个手指去做回拉的同时 大拇指向前去顶压发力 第二个动作是正反拍的掌握练习 正手 反手 动作要领保持整个握拍的放松 所有手指松开之后 然后迅速变换成反手 正手 第三个动作是内旋发力的练习 直接这样子去进行发力 动作要领是拍子从小臂后方向 我们的小臂前方去击打 手臂要旋转180度 在90度的时候击到球 一定要注意握拍要放松 然后靠我们的手腕 我们的小臂去引导整一个的发力 完成击打 打不中球 击球时机不对 都是由于我们的球感不好导致的 今天教大家三个动作 在家里面用三平米的空间 你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练习了 来 跟着我一起来练习吧 第一个动作 三步接球法 我们先把这颗球抛起来 然后再把它接住 然后再抛到手里面 来看 一 二 三 第二个动作是上墙接球法 我们先打到墙上 然后把它接住 然后把它再放到手里 来 我们再看 一 二 三 第三个动作是花式颠球 我们颠两下球 然后抬右脚再颠一下 颠两下球 然后我们再抬左脚再颠一下 我们再来 颠右脚 然后左脚搞定 第三个动作 每一组练习五分钟 坚持一周 你就会看到改变的发生